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 今天初七先和大家拜个年 华山论世 和大家拜个慈恋 因为今年苦年 老实说 都不妨好得去哪 不是苦苦生威吗 苦苦生威 苦苦生威是说的 老实说你疫情又未去 再加上世界都是麻烦 我们希望和大家谈谈 说一个大家都有兴趣听听的故事 其实中国导弹 东风17 是否真的可以 激得沉 或者不要说激沉 是摧毁一架美国空母 这个题目 我认为澜昌 今天初七就和大家说一说 登令的大家认为 郑爺 中国 东方17 过年前 美国又有两个航空母船战斗群 去了南海 但是最后 有一架战机 F-35 下去的时候 跌了下海 那边可能是栏飞机的栏飞机 是打烂了 就打伤了七个海军 他要三个很重伤 还要送回关注 然后航空母船就走了 就回头了 因为出了问题 飞机如果回来的时候 不索住它 它是停不了的 换句话说 你廢了 但是实际上 这两架航空母船进来 又是完全被中国锁定了 就是 它所有的电子资讯 所有的航位 一进南海后 中国就不断公布它的遗迹 实际上 你走到哪里 中国都可以拿着你在哪里 这个就是导弹攻击航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我们要知道你在哪里 其实很有趣的一个说法 就是美国说它自己的航母船是如何打不沉的 因为自己曾经有一架航母船 他们是希望打沉 到最后都要上去装炸弹才弄沉它 因为它真的打不沉太好了 但是刚才你说的一件事就很有趣 一个东风17飞弹 去到打中一个航母船 即使它不沉 打断了 或者你的起飞板里 凹了几个洞 或者有真的穿了 或者你那个索住那些飞机停止锁 破坏了 你的航空母船都废了 因为航空母船最大的作用 就是能够起飞战机 在战机去取取一个制空权 这个是最大作用 实际上你在机场 你的栏机锁断了 已经是丧失了战斗力 你没得去 没得再打 有得飞没得回 那是怎样 等于成价 你先说过 航空母船炸不炸沉 其实炸沉真的很难 为什么呢 第一 它的钢水很漂亮 另外它里面是分了很多很多密封疹 你炸了下去 某一个仓穿了洞 它还有很多很多个仓 实际上可以保持它的不沉 永远不沉航空母船 你想炸沉它也真的很难 就是你要浪费很多功夫 才能够炸沉它 但是实际上 所谓的攻击航母船 不是要炸沉你 而是要使到你的战斗力 没了战斗力 没了战斗力 最主要是现在 攻击航母船 难点第一 它是移动的 就是说你所有导弹 攻击一个目标 你打一个固定目标 是很容易的 固定目标 你设定了射击支援 加上它的弹头里面 有自动的追踪 它可以固定的头 问题是航母船移动 它有三十多节的速度 即是差不多时速五六十公里 它移动的 实际上它的点是移动的 你追不追踪它 追踪的问题 变成是导弹攻击航母船 最大最重要的一个难题 这是导弹的本身 另外 在航母里面 还有很多防御网 首先它自己有防空导弹 即是在空中拦截你 然后还有炮 还有快速的炮 去打你的炮 火炮很厉害 最后还有快速机枪 即是三层火力 去完全把你的导弹拦截 所以你实际上 要去攻击一个航母船 可能你必须要 不是一个导弹 可能是几个导弹 甚至是一个导弹 分弹头的导弹去攻击 这个才能够去破坏到你的夹额 是的 有个说法 美国自己的海军 其实不是怕你一支导弹 或者两支导弹 又是怕你的 saturation bombardment 到时一来的时候 有几百支一齐 总之有哪里有都打你 这样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党不升党 到时的时候 问题就是 可能是真的影响了你 南上面一些设施 你是没有得起飞 或者没有得降落 基本上你已经玩完了 现在是先来说的东风17 其实还有东风21 东风26 东风17的优点 是它的变轨能力 强于东风21和东风26 东风21和东风26 实际上它是 大陆叫做核常兼备的导弹 即是可以带常规的导弹 是常规的弹头 又可以带核弹头 21和26 实际上它就是 不单只用来打航母 可能还有重要的战略目标 去打 实际上是 譬如关岛整个基地 夏威夷整个基地 去追行这些攻击 大家是一个核威胁 但是东风导弹 它的导弹 它的导弹 它的最大的特点 它是可以变轨 它的弹头是一个滑长体 可以不断变轨 去搜索 现在大陆说 它的东风导弹 在去到太空之后 再下来的时候 其中有个最大的难题 是有个黑象问题 即是一高速下来之后 它会有一个短时间 在弹头上产生的离子层 就使到电波 即是你控制的电讯 就是看不到它 有几个黑象问题 有这个黑象问题 现在大陆首先 在弹头上去解决这个防疫问题 使黑象问题 减少到最短 现在所有的神州 神州几号几号的上太空再回来 其实都有个黑象问题 但是现在就解决到黑象最小 同时就用另外的一些通讯方法 在这个黑象期间去測到和控制住这个导弹 这个原因是重要的就是 中国最少已经有了北斗系统 是的 衛星系统 以后我不用看GPS 美国可以关掉GPS 但是中国可能用强力的方法 就是可能用自己的北斗 可以看到你在哪里 以后我可能会把你砍掉 那时候你没有GPS 因为你没有GPS 但我有北斗 老实说大家都知道 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 你变成猛了 未来就是太空战 太空电子战 另外 中国最近还有刚刚透露出来 通过航空杂志透露出来 中国在最后的弹头 在红外制度上解决了一个难题 就是世界上唯一的中国才有的 其他国家都没有 因为弹头最后有一个探头 去测试航母在哪里 探头其实都有高温的问题 即是10倍音速下来 你看温度多高 磨砂空气的音速 他们透露的技术 就是通过一个很小的冷却孔 可以将探头的温度大幅降低 使到它的红外制度可以正常发挥 意思是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是美国说得很清楚 你攻击美国的航母等于攻击美国的城市 即是一定会打的 即是等于攻击它的领头一样 即是完全一样 问题就是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中国围着台湾 那美国就找一架航母舰 或者一架两架三架 使用来 希望威嚇中国 其实是需要做什么呢 我要诈尋你 或者我找一个东风十七 真的打到你的航母 但是我打你的航母 纯粹是用一个电子战 我不是要杀你的人 也不是要诈伤你多少个人 我只是令到你的航母 突然间失去了电子能力 你那些什么锁 停机锁 那些全部都失效 你要知道 今次我就打你一招 我收手 我收手 我没有打到你 但是我打得你下 你也不知道我的脚 或者我用一脚踢了上去 你知道我下次踢你 你知道你死了 就是发出一个警告信号 警告信号 实际上 现在是说摧毁航母的战斗能力 最重要的是软杀伤 就是电池杀伤 在航母的电池范围上空 我爆炸了一个电池弹 这个电池弹是由东风十七攀伐 去到你的上空爆炸了 然后放射了大量的可以摧毁你南上的电子设备的电池波 就是说你本来你这个电脑 那你没有人死 你的电脑在这里 没有人伤 但是你就失去了这个战斗能力 你也知道下一个射下来就不是电池波 就可能是另外真的了 换句话说 有人这样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证明到 大型的南籍 日本的大和号 德国的比斯盟号 英国的Hood 基本上就已经是抹落了 已经不是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 是否下一次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就可能证明一件事 就是美国的航母 就算你有十几只都好 基本上已经是有Obsolate 就是作用不大 会不会是这样呢 实际上你从目前来说 美国的白宫顾问 这个沙利文 这个印太首席顾问 坎佩尔都很强调 现在我在中美之间 要设置一个湖南 绝对不能够被这些大型的冲突发生 就是一定要挡战 实际上美国都知道 中国和美国之间 是绝对不能够开战的 绝对不能够开战 但是你如果中国要武力统一台湾 美国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这个问题 不过有一个很有趣 我们今天说不到 其实当美国航母的势力 力量是没有了 因为这个飞弹技术 已经可以打倒他们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美国还可否称雄称霸呢 现在实际上 美国原来设置的第一岛链 美国的航空母航 已经是绝对很少进去 不进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已经都比较少了 实际上现在就是 在菲律宾海 西太平洋那里去活动 超过大陆的中程导弹 1000公里的射程以外 不然就被锁住 所以 换句话说 我们看回第二次世界大战 比斯麦南被击沉 或者大和号日本的 亦都是被击沉 其实这个也是可能 空母航母 可能是美国的航母战术 其实都是 就向同一路线 被废了武功 今天我们说到这里为止 OK 拜拜 拜拜